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万剑穿心,我死得实在不大好看。 尖锐的剑笑声不断穿破耳膜,我的胸腔空了好大一块,身上的血都要流干了,没有一处是不疼的。 而我这个人最怕疼了。 时不开外,我的驸马立于梅树下观醒。 红眉纷飞,衬得飞衣公子容颜如玉。 我无声吸动着唇角,魏景颂,你可有后悔过。 时至今日,我甚至不敢问,他有没有对我动过心,哪怕一刻。 因为我与魏景颂的这段念缘,本就是我一厢情愿。 十年夫妻,哪怕于床子之间为情愿所迫,魏景颂义从未说过爱我。 他借我之手,一步步大拳在我。 如今,他与皇妹真宁勾结,亲手将我送上行驾,也是我的报应。 官行的百姓们拍手称快,他们说,我陈宝家暴虐残忍,不敬尊长,草菅人命,理应碎尸万段,活寡势众。 可魏景颂,事实当真如此吗? 我看到熊熊烈火将我的躯体烧得干干净净,就连上京的狗路过,都恨不得拓上一口。 皇妹真宁扯着魏景颂飞红的官袍,柔声道,皇姐这一生作恶多端,这样的下场,也是她应得的。 魏景颂贴了一眼刑场,黑眸里闪过莫名的情绪,陈宝家,你真是贱如蝼蚁,我从未喜欢过你。 我遥遥瞥见一袭红衣冲向刑场,意识渐渐模糊,真好。 终于不用疼了,我做了好长好长一个梦,梦里好似有无数冤魂向我所命。 他们口中喊着,可怜为公子风华无双,却折辱于长公主陈宝家之手。 陈宝家,你凭什么?再次睁开眼,大雪满精华。 我立在长街上,入幕是上京的樊登瑰丽,年关的烟火在天幕中炸开。 路边跑过的小童扯着我披风,眨巴着眼道, 新年福禄,小姐万事圣意。 身旁的翠竹从荷包里拿了碎银,笑着打发走了那孩童。 看到一脸恍惚的我,翠竹小声问, 公主,您是不是生气了? 回忆起前世,仿佛灵魂深处都打了个寒颤。 我下意识摇了摇头,是的,我重生了,重生到捡回魏景颂的那条长街。 上一世,除夕夜宴。 我称不胜久力,要早些回公主府歇息,却拉了婢女翠竹跑去民间看花灯。 就是这一夜,我就了晕倒在雪地里的魏景颂。 从此,开启了我与她长达十年的纠葛与折磨。 翠竹撑着伞,迟疑道,公主,前面好像有个人。 我呼吸一致,哆嗦得更厉害了。 远处雪地里,躺着一个金袍微长的男子。 玉白的胸膛上,凝着尚未干涸的血迹,珠红非白,有一种很破碎的美感。 我紧紧攥着手指,忽然想起前世。 我与魏景颂成婚两年,我已声名狼藉。 京中的规格女儿,无疑不绝地可惜。 可怜魏景颂风华无双,与真宁公主一对闭人, 却偏偏折辱于长公主陈宝家之手。 既然上天给了我重来的机会, 这一次,我便祝她与皇妹真宁早结良缘。 我面无表情地转身,走吧,事不关己,何该高高挂起。 翠竹还要说什么,却被我一个眼神制止了。 身后传来嘻嘻苏苏的声音,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似乎有一道炙热的目光,紧紧锁住我的背影。 清晨,翠竹伺候我舒喜。 公主,昨夜我们在长街上见到的那个昏迷的男子, 竟然是位上舒服的长子。 我端向着铜镜中的女子,朱唇流齿, 正是知好色而慕少爱的年纪。 翠竹说的,我自然知道。 前世,魏景颂虽为位家长子, 却不得位上舒喜欢。 生母早亡的她在府中静况凄惨, 待遇比奴仆还不如。 除夕那日,魏景颂遭后母设计, 中毒晕倒在长街。 翠竹说,我的皇妹真宁, 昨夜也同我一样, 去圣安长街看花灯。 结果却将魏长公子捡回了府, 金晨楚飞命她进宫, 一番训斥过后, 将她禁足在崇华院反省。 翠竹拍着胸脯,心有余悸, 楚飞娘娘发了好大的脾气, 幸好昨夜不是公主, 您管的这档子闲事。 我记得上一世, 我捡回魏景颂时, 楚飞说我宅心仁厚, 怎么到自己亲生女儿这儿, 反倒令于夸赞了。 我去了崇华院, 这宫里没有人敢拦我。 真宁,我隔着雕花窗子喊她, 陈真宁推开窗子, 露出一张憔悴的脸。 她声如闻啊, 黄姐,我真的错了吗? 见我不答, 她伸出手攥住我的衣袖, 哭求道, 黄子,帮我照顾为公子可好。 前世,我一直以为, 我的黄魏真宁柔弱不能自理, 处处维护她。 可她却在我沦为阶下囚后, 立于高台, 字字铿锵。 华安长公主陈宝佳, 不敬尊长, 草菅人命, 理应遂尸万段, 活寡势众。 本宫闽齐乃手足血亲, 不忍除以惨烈疾形。 陈真宁在民众面前, 细数我的罪状, 足足列了十七条。 最后, 她在我的耳边轻声道, 同我强警送哥哥, 万箭穿心, 已算便宜黄姐了。 原来, 他们早已暗通款曲, 只有我像傻子一样, 十年如一日地被蒙在鼓里。 窗内, 陈真宁见我忽然笑了, 神色有些不安。 皇子, 为公子容颜俊美, 是个哲仙一般的人物。 母妃今日将我禁足, 不许她继续留在公主府。 如今只有皇子可以助我了, 只要她能好好的, 真宁别无所求。 我扬了扬眉毛, 陈真宁倒是懂得拿捏我。 人人皆知, 华安长公主陈宝佳, 喜好美色。 五年前的朱雁台上, 我就下一名顶撞父皇的世家公子。 本事出于善意, 却不知为何, 没过几日, 便流言四起, 说我陈宝佳是相中了那公子的样貌, 欲选其为驸马。 那位世家公子连夜迎娶了心腹。 前世, 我对这样的流言一笑了之。 谁想最后愈演愈烈, 最终成了将我定在耻辱柱上的一笔。 我声名狼藉的背后, 未必没有我这位好皇妹的推波助澜。 我俯下身, 盯着她不安躲闪的双目, 真宁, 你黄杰我没有别的爱好, 唯有爱好美色一点, 你捡回去的那个病秧子, 并非本宫所喜。 说罢, 便扬长而去。 我本来只是怀疑, 上书大人的续贤夫人也不至于这么蠢笨。 除夕将嫡子赶出去, 于长街毒害。 这是一旦闹大了, 御使们必然会弹劾魏尚书, 磕带嫡子。 前世, 我就回魏景颂, 依不解代地照顾他整整三日, 本想替他讨个说法, 却被悠悠转醒的魏景颂拦住。 他说, 母亲虽破臣至此, 但臣却知笑意, 不愿令亲掌遭人非议。 我以为他是君子高洁。 现在想想, 我与魏景颂的长街出狱, 倒像是有心人惊心不下的一个局。 即便我今日不来见陈真宁, 恐怕楚飞也会想方设法让我去重华院。 我没想到, 此事辗转传到了父皇耳中, 父皇龙颜震怒。 楚飞为我设的局, 却偷鸡不成十八米, 阴差阳错, 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局中。 午后, 公主府家令向我回禀, 说上书府的长公子就在公主府外, 想与我一见。 府门外, 魏景颂衣袍夜地, 上京的雪落在他单薄的肩头, 积了厚厚一层。 察觉到我来, 魏景颂缓缓地抬起头, 眸光与我相撞。 微臣见过宝家公主, 可惜我并未露出, 如前世出狱般的惊艳神色。 她常跪于府外, 必然有求于我。 身旁的翠竹有些不忍, 公主, 要不先请魏公子起身吧。 我瞥了一眼翠竹疏然怜悯的眼神, 看向魏景颂, 本宫的名讳也是你配叫的。 魏景颂一证, 殿下要如何才愿意救真宁公主, 使她免于陛下苛责。 她西行上前, 面色愈发苍白, 陈听闻殿下与真宁公主姐妹情深, 倘若殿下愿为真宁公主澄清, 长街那夜乃是您就下沉。 你待如何? 我上前一步。 陈甘为公主驱使, 她冷静道, 言为悄然垂落, 却刻意扯出暧昧不明的意味。 你什么都愿意为了她做? 她回答得干脆利落。 我记得, 前世我与魏景颂大婚后, 她也是这般恳求我, 江南匪乱, 真宁公主久居深宫, 一介娇柔女子, 怎可南下历练。 那时候, 我的嫉妒慢上胸腔。 当晚便照姓了魏景颂, 宫人送来的酒, 有助兴之效。 踏上, 魏景颂长节抖得厉害, 他一遍遍祈求我带真宁南下, 一如今日。 思绪逐渐从记忆深处抽离, 我注视着面前的男子, 把本宫的鞭子取来, 家令将带有道沟刺的鞭子 承递到我手上。 我把玩了两圈, 舒然笑了。 魏景颂, 这天底下任何人都可以对你怜悯, 唯独我臣宝家不会。 我没有留情, 一鞭子抽在他背上, 单薄地刨衫, 请客间溅了血。 只一鞭, 魏景颂便渴了血, 他以手底唇, 望殿下成全。 或许是很疼的吧? 但比起我万箭穿心的痛, 这点疼又算得了什么? 我记得我死时, 上经的明事是这么谈论魏景颂的。 上书府魏常公子, 生母早亡, 坎坷半生, 折辱于长公主陈宝家之手, 十年磨砺, 终成大燕首府。 这一世, 没了我陈宝家拦路, 大抵以魏景颂的本事, 也可以平步青云。 一日早朝后, 父皇在太和殿召见了 我与魏景颂。 陈真宁亦跪于殿下, 朕错怪了真宁, 听说是宝家对这位魏公子一见钟情, 让你皇位替你周全。 身侧的楚妃低孝, 宝家到底是小孩子心性, 藏不住是真宁更是个傻的, 只知道替他皇子瞒着。 如今真相大白, 不如陛下便为这对 有情人赐婚。 父皇却拧眉看向我, 等我的回答。 楚妃却迫不及待 让内侍取来佳酿, 赐予我与魏景颂, 宝家想要的, 你父皇无有不准的。 捧杀是楚妃惯用的伎俩。 我知道, 魏景颂此时虽为上书之子, 却并无实权, 与我陈宝家, 并不算一桩好姻缘。 可我也知道, 倘若我真要她, 父皇也会许给我。 她如此包容我, 是因为我笑似 我那时去的母亲, 曾经的大燕皇后。 父皇与母后少年夫妻, 携手扶持十三载。 而我前世 却因着这份宠爱, 坐尽糊涂事, 终将父皇对我的纵容消磨殆尽。 前世牢狱之中, 父皇背对着我, 甚至不吝再看我一眼。 陈宝家, 朕对你, 失望至极。 那次狱中, 是我与父皇最后一次相见。 他从牢中离开后, 便大病一场, 朝中诸事都交由陈真宁打理。 楚氏一族也借此把控朝局, 父皇的命令早已出不了太和殿。 我不知道, 父皇行将旧怒之时, 对我是否长恨难消。 真宁怎么看此事, 我忽然看向一旁跪着的陈真宁。 即便是楚妃布局, 按说他也不会愿意将心上人拱手相让。 陈真宁压下眼底的痛楚, 勉励孝道, 真宁岂敢与皇姐相争。 而魏景宋始终是一副冷静自持的模样, 立于殿中, 内侍将楚妃赐予的酒递给他。 在承给我时, 却被我伸手扶开。 我缓缓跪于殿下, 面色平静, 皇妹真宁慧至兰心, 与魏大人实属天作之和。 而臣心中早有心悦之人, 便不多人所好了。 我不知道, 臣真宁是何时与魏景宋相识的, 但既然前世我与魏景宋成婚出, 他便对臣真宁处处维护, 那么他们的结识只会更早。 你心悦谁, 父皇来了兴致, 沈王爷之子, 沈云剑。 我话音腐一落下, 一旁的魏景宋, 师手打翻了酒盏, 师声道, 你说什么? 胡闹, 你与沈云剑怎么可以在一起, 楚妃尖锐的嗓音在太和殿响起。 魏景宋眼下谋底的意思, 我若有所思, 贴了楚妃一眼。 他意识到失言, 善笑道, 宝家不是最厌恶只会五刀弄枪的促笔武夫。 我没有理会他的话, 父皇说要考虑几日再给我一个答复。 太和殿的这场闹剧草草收场, 我拿出沈云剑来读楚妃的口, 并非没有思量过。 当年诸侯纷乱, 父皇还守着他的矿, 他一范之恩救了沈王爷。 沈王爷置满天下, 让父皇与他一起共谋天下。 父皇胆子小, 严明只出钱, 不出命。 后来江山一统, 沈王爷却不愿意继承皇位, 他说, 王妻葬身于此, 他愿驻守边关, 以安王魂。 细算, 我与沈云剑也算得上青梅竹马。 那年边关分别, 沈云剑不过是个少年郎。 黄沙漫天, 他在马上冲着我招手。 陈宝家, 以后你要是没人娶, 小爷我便于尊降贵娶了你。 而我当时是怎么回他的呢? 我陈宝家, 绝不会嫁与一个粗笔武夫。 前世, 我以为多年过去, 沈云剑对我藏匿的那点心思, 早已荡然无存。 但我被关入囚牢, 人人喊打之时, 边关的沈云剑返了。 短短七日, 连下竖城。 他遞书言明可以详, 但只要一人, 华安长公主陈宝家。 可惜, 陈真宁比谁还要惧怕留着我的命, 迫不及待当众宣判了我的死刑。 我与沈云剑终究是错了一步, 父皇还是如我所愿, 点了这鸳鸯谱。 几日后, 沈小侯爷接召入京, 再一次相遇, 恍若隔世。 公主府的花厅内, 沈云剑背对着我, 长身玉力。 他还是洗着红衣。 当年沈王爷南征北战, 将他留在安饶城。 年关时候, 亲戚众多, 沈云剑的身份又需要隐瞒。 父皇对外说是他友人之子, 和我们一起的玩伴 却还是不断出言挑衅。 冬日, 大雪覆盖了整个安饶。 他们用雪球砸他, 讥认沈云剑 是陈家的野种。 沈云剑当然气不过, 却仍谨记他爹的教诲, 隐忍不发。 我骑在墙头, 拿雪球对着闹事者砸了过去, 傻灯, 说你呢。 事后, 沈云剑却狠狠骂了我一顿。 他比我要高一个头, 一项以我的兄长自居。 陈宝佳, 你知错了吗? 我盯着他怀里油纸包的香酥鸭, 点头如捣蒜。 沈云剑被我看得不自在, 飞快递给我, 快吃, 下午陪我去教场练剑。 在我沉缅救世时, 不知何时, 沈云剑已经出现在我面前。 他伸出手, 在我面前晃了晃, 调笑道, 长大了呀, 陈宝家。 见我没有说话, 沈云剑端正了神色, 在想什么? 我抬眸看他, 父皇欲给你我赐婚。 沈云剑一正, 故作无所谓笑道, 知道, 你陈宝家绝不会嫁我这等粗笔武夫, 你既不愿, 我可向陛下言明。 见他要走, 我低声唤他, 沈云剑。 他脚步一致, 我并非不愿。 沈云剑回头, 目光灼灼逼人, 陈宝家, 你受什么刺激了? 我的目光落在他烟红的唇上, 沈青的嘴唇很好看, 不知道亲起来是什么感觉。 沈云剑僵了一下, 呼吸有些紊乱。 他一步步靠近我, 直到站在我面前, 才哑声道, 你认真的? 翠竹嘟囔着, 说, 这几日的菜并无辛辣, 怎么公主的嘴肿得如此厉害? 他翻箱倒柜, 替我找寻消肿的药。 我与沈云剑的婚事定在一个月之后。 他说, 陈宝家, 这是你自己说的, 开宫没有回头见, 这辈子, 你绝无可能许给旁人。 沈云剑回边关筹备, 说要给我准备一个惊喜。 父皇感慨, 沈家出情种。 平心而论, 我是有些愧对沈云剑的, 我只是不讨厌这个人。 沈王爷镇守边关, 沈云剑又是沈王爷独子, 日后必然会承袭沈家军。 有了这桩婚事在, 日后我与楚飞背后的楚氏一族相争, 迎面更大一些。 父皇为了平息之前的事, 赏了魏景颂一个无品的建议大夫的官职。 这倒很出乎我的意料, 我以为楚飞会借此成全陈真宁和魏景颂。 元宵宫宴过后, 回府路上, 我看到御史大夫崔湘怡与魏景颂在茶楼饮酒。 临窗的一角, 二人推杯换盏。 我忽然想到前世, 崔湘怡在朝堂之上, 弹劾我私刑杀人一事。 原来魏景颂与他的谋划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我命车夫离开, 魏景颂的侍从却跑来, 拦住了我的马车, 说他家公子有要事与我相商。 茶楼二层的包厢内, 崔湘怡却早已不见。 我看见已燃紧闭的窗子, 仲没问到, 崔大人呢? 魏景颂却淡笑道, 哪里有什么崔大人? 公主看错了吧? 她洗过一轮茶后, 将心泡好的茶递给我。 我没有洞内斩茶, 只是平静地看着她, 为公子有何事找本宫相商。 宝家公主好像便聪明了许多。 魏景颂嗓音疏然有些凉, 可你不该单独来见我。 我眸光一顿, 触及小脊上心点的燃香, 便要起身离开。 下一刻, 整个身体却麻痹得无法动弹。 我从唇角逼出几个字, 魏景颂, 这是上经, 你想做什么? 她一步步走近我, 食指挑开我的衣巾, 低笑出声, 宝家公主, 你说, 我在你的身上留下一个印记, 大婚当夜, 你那位好夫婿看到了, 会作何想? 魏景颂自我头上 取下一只锋利的簪子, 簪头游离在我的肩头, 激起皮肤一阵战力。 我将侍卫留于茶楼外, 原本只是起了给崔香仪这个老臣 留几分体面的心思, 却不想, 这一行径倒让自己身陷显地。 这时候, 崔竹掀开门道, 公主, 眼前的这一幕, 尽数落在崔竹眼中, 她将在原地。 魏景颂似乎洞悉人心, 笑着看崔竹瞬间红了的脸。 公主年纪上小, 不识人心, 我只是帮她看清自己的心意。 莫怕, 你只当自己什么都没有瞧见, 今夜过后, 本官会让你想尽荣华。 魏景颂顿了顿, 若你想要一个名分, 本官也会许给你。 翠竹看了我一眼, 默默退了出去, 我已无力反抗。 魏景颂也让原本的随从退了出去, 一切尽在掌控, 魏景颂倾笑一声, 陈宝家, 你的婢女比你的眼光要好。 魏景颂笃定了, 我不会不顾及女儿家的声誉, 让今夜之事传扬出去, 必然会吃一个哑巴亏。 而我与沈云建成婚后, 也会因此事而生嫌隙。 室内, 魏景颂咳了咳, 见我的神色并没有如他想象般京剧, 他冷笑道, 陈宝家, 我忽然改变了主意。 你说, 沈云建会要一个残花败柳的身子吗? 前世我费尽心思渴求的, 现在却让我感到一阵作呕。 我竟真开始思量他口中这个问题, 如果没了沈家, 我还有什么筹码可用? 瞧, 骄纵如尘宝家, 也终究要学会权衡利弊。 魏景颂将我抱去包厢内的竹榻之上, 眼底讥讽之色渐浓。 我攥紧手指, 但是这时候, 门忽然被再次推开。 翠竹怀抱一个沉甸甸的瓦罐, 朝着魏景颂的脑袋砸了过去。 你放肆, 公主也是你配染指的。 魏景颂没有预料到这一变故, 捂着不住流血的鹅脚, 瞠目结舌地看向翠竹。 他自是参透人心, 初见之时, 便察觉到翠竹对他的懒然心思。 翠竹凶途剧烈起伏, 我家公主愿意喜欢谁, 就喜欢谁, 你算哪门子大葱, 还帮他看清。 小王八独自并秧子一个, 我家公主心善。 却不知这世间农夫与蛇的道理, 被你这种黑心肝的遭见。 他拔下头上的银簪, 扎向魏景颂的尖头, 由不解恨, 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抢破公主。 翠竹, 将我背在背上, 低声哄我, 公主别怕, 翠竹带你回府。 公主府的侍卫之我在茶楼, 没有命令不敢擅闯。 翠竹势单力薄, 先前不动声色退出茶楼, 实则是去请侍卫, 处理魏景颂的随从。 他顾及我的名誉, 自己之身在入这包厢。 父皇膝下无子, 人人都说, 谁能娶我, 谁就攥住了我陈氏的半壁江山。 自我与沈云剑的婚事定下, 这流言更是传得沸沸扬扬。 楚飞吹了一点枕边风, 他对父皇说, 多半是保家形势荒唐, 引来朝臣不满, 流言未必空穴来风。 臣妾想, 若身边有人规劝着, 总是好的。 这话被我父皇听进了心里, 前世便是如此, 那时, 我已经捡回了魏景颂。 楚飞给父皇吹完枕边风, 父皇不仅将魏景颂测为驸马, 还赐给我九个面首。 前世, 我推辞此事时, 父皇正在殿香池饮酒作乐, 见我闯进来, 他面有不悦, 臣宝家, 格局打开, 我臣家的江山不能被一个男人给霍霍了。 醉酒后的父皇摇晃着十根手指, 骑马得这个数。 那时朝臣们送来的面首, 都是些家族不大器重的儿子。 这样便不用在明面上围傲父皇。 本朝虽没有驸马不可领官职之说, 但是面首们若是入朝为官, 却会为人诟病。 前世, 陈真宁与楚飞便是以此煽动我后院起火, 人人心中不愤。 在那些面首看来, 就算在府中不得自己父亲看重, 也好过给我臣宝家作面首来得自在。 我只想要为景颂一人, 便将那些面首们晾在一边。 过了没几日, 民间就传言, 说华安长公主陈宝佳是个变态, 以折辱面首们为乐。 有了那些面首, 亲自添油加醋, 坐实了这一流言。 加之, 我对魏景颂一往情深, 他却趁我带陈真宁南下剿匪, 杀光了这些面首。 挖眼, 穿肚, 勒薄, 死状极其惨烈, 在我回来之前, 消息竟没有透出去, 一丝一毫。 公主府后院, 整整齐齐躺了九具尸体。 游历回来的, 我被眼前的惨象震动, 吐了好几回。 魏景颂却哄我, 说他仅仅是吃胃了。 他动用私刑致人死亡, 是我替他背了这黑锅。 这也成了陈真宁日后与朝臣联名上书, 所列出的我的诸多罪行之一。 这一次, 楚飞又如法炮制。 我接到父皇的旨意入宫, 宫中的内侍却说, 父皇在殿香池等我。 我被内侍引去殿香池, 眼前, 一个香气迷人的汤池子熏得人头发晕, 里面齐齐整整有九个衣袍进退的男人。 楚飞身边的女官笑吟吟道, 楚飞娘娘已向陛下进言, 临选士林的公子。 我审笑打断她的话, 本宫还未大婚, 就赢了面首入府, 楚飞是觉得边关那位是什么好性子。 女官不达, 反为我逐一介绍。 通正司副使次子, 素有潘安之貌。 赵参将, 年十九, 气宇轩昂, 对殿下情深似海。 我的目光落在那位赵参将的脸上, 情深似海没见着, 就看见她一副想要将我除之而后快的模样。 前世, 这九个卧龙凤厨身体力行地在外面败坏我的名声, 最后自己也落得一个伸手易触的下场。 我正在思考如何让父皇收回成命, 殿外却传来一声嘀笑。 我看看是哪位对他情深似海。 沈云剑写一柄长剑入宫, 他的目光越过我, 落在女官亥然的脸上。 他没有走进汤池, 只是以着殿门, 漫条丝里擦着手中的剑。 沈云剑漆黑的眉毛沾了风雪, 每时一变, 那剑上的寒光便凛冽一分。 他们欲把此事仓促定下, 却也忘了这位小侯爷在边关的丰功伪计。 他手里的那把剑, 名唤朝雀, 饮血何止万千。 沈云剑抱着剑, 好整一侠看着汤池里那些落荒而逃的人。 直到殿中空无一人, 沈云剑的面容也在须于肩冷下来。 我一步步后退。 一个不慎掉入汤池中, 我扒着池檐, 抬起水层层的一张脸。 我若说是他们主动的, 你信不信? 热汤熏得我双颊发烫。 沈云剑的眼神疏然一暗。 他将外袍脱下, 屈膝叠放在汤池边, 受虚有力的手一下下拨弄着汤池里的水。 陈宝家, 我知道你向来不惜守那些陈规旧俗, 你若日后看上谁, 便告诉我。 我眼前一亮, 这你也肯。 他笑得懒洋洋, 凑近我耳边巧声道, 我会给他一个体面的死法。 我好像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人, 但或许有个善度的夫君也算不得什么坏事。 大婚那日, 听说楚妃病了, 父皇亲自为我与沈云剑证婚。 沈王爷因腿急没能亲自来上京, 却也派人送来厚礼。 婚点之上, 众目睽睽下, 沈云剑送了我一张弓。 自山木的浮雕精巧, 弓弦是他亲自列下的一只金虎的虎金制成, 指着一番心思, 便极为难得。 满堂哗然, 上京中的人没见过送心腹这样的礼物。 人人交手揣测, 这沈小侯爷怕是出于圣意, 不得不娶。 沈云剑就立在堂中, 置若罔闻。 他招手冲我笑, 陈宝家, 你来了。 朱红的喜福, 趁得他眸光炼焰。 沈云剑手中的弓, 不是金银诸玉, 也算不得什么稀释珍宝。 只有我记得。 前世与魏景送大婚时, 我便收到了边关送来的这张弓。 随他过来的还有一张字条, 寥寥几笔, 子如其人, 笔风囚境风利。 陈宝家, 你自小行事不羁, 得罪的人太多了, 既嫁为人妇, 也莫忘了习一些本事傍身。 那年, 在安饶城臣府, 沈云剑已能百步穿扬, 我说我之所以比不过他, 是因为他手中的弓, 要比我的好上太多。 沈云剑当即便将自己的弓换给我, 我耍赖推说, 要这天下最好的弓才配得上我。 他没有戳穿我的心思, 只是笑着看我, 陈宝家, 送礼也需要讲个名头。 那等我成婚时, 你送我一张弓好了, 我满不在乎的摇摇手。 我只依稀记得, 我说那话时, 沈云剑漂亮的眼眸, 会按了几分。 谁料, 年少时的一句戏言, 被他记了那么多年。 可惜, 前世这张弓藏于掌公主府, 十年蒙尘。 大礼过后, 我们合一躺在喜榻上, 沈云剑撑着下巴若有所思。 我倒是有些怀疑, 陛下怀疑沈家有不臣之心, 所以设此记, 留我在经中为至。 我想也没想打断了他, 绝无可能, 父皇没那个城府。 父皇一向贪生怕死, 从沈王爷身上, 旁的没学会, 只学会了给自己立申请人设。 他继位后, 动辄便给镇守边关的沈王爷写密信, 爱卿啊。 最近还有没有悼念王妻的诗作, 借镇抄抄, 烛火摇曳, 沈云剑忽然很认真地看着我, 纵是如此, 我也自愿入购。 我忽然想起, 上一世, 我从江南平匪患归来, 纵然一切顺利, 但是长路奔波, 至上京时, 生了一场大病。 而我的驸马魏景颂 却一连几日不归府。 直到有一日, 翠竹兰在他的面前, 言语透着指责, 殿下的脚受伤了, 高热已有几日, 驸马这事又要去哪儿? 魏景颂这才不情不愿来看了我, 见我果然病得厉害, 他清冷的黑眸, 亦没有丝毫动容。 陈宝佳, 你已得陛下厚爱, 还想要什么? 珍宁公主, 她什么都没有, 就连这点东西, 你也要与她争夺。 原来, 她忙碌了好几日, 是在给陈珍宁准备生辰礼。 想到这儿, 我的语气舒然有些闷, 沈云剑, 其实我很好哄的, 也不算一个很娇气的人, 他替我卸拆环的动作顿了顿, 俯身牵起我的手。 陈宝佳, 我只怕你不愿依赖我。 窗外嬉嬉嬉嬉落了雨, 沈云剑说, 良宵苦短, 不妨试点儿有意思的, 直至红烛燃尽, 天光诈明。 还好, 这一回, 我的名声还没有那么糟糕。 沈云剑也没有背上反叛逆贼之名。 没过几日, 江南匪乱一事, 却被承送到父皇面前。 父皇膝下无子。 有臣子建议从两位公主中则一位前去, 以抚民心。 朝臣称, 华安长公主新婚燕儿, 不如由二公主前去。 向来这样的是, 上京调兵过去, 皇室子弟指的一个名头, 不会亲自领兵设险地, 纵然是楚飞, 也挑不得错处。 我记得剿匪仪式是发生在我和魏景颂成婚后。 魏景颂恳求我带真宁南下, 那时, 我虽弃他, 却认为魏景颂说的倒也是实话, 真宁娇弱, 长路奔波实在辛苦。 但我没有想到, 那次剿匪, 前所未有的顺利。 我去时, 不过数日, 刘之舟已然带兵平定匪乱, 绞杀的匪徒尸体足足数百人。 他奏折中将所有的功劳都归功于我。 后来我以为接下囚, 那位刘之舟又跳出来, 说当年平匪乱一事另有隐情。 他说, 华安长公主贪功冒尽, 屠戮无辜百姓, 将百姓失守扮作匪徒, 以求上功。 我那时正是人人喊打之时, 那桩旧案根本不会有人细查。 以崔湘怡为首的御使们, 参奏弹劾我的折子, 雪花一样送进了太和殿。 直到魏景送来牢中见我, 我才知道, 当年刘之舟给我看的尸首们, 是一群发现他贪污赈灾款的平民百姓。 那位刘之舟来头很大, 是楚飞的哥哥, 楚国公的门生。 朝廷的赈灾款, 从刘之舟这里, 转手一道进了国公府。 官官相护, 他们求助无门, 只得写下百人血书, 准备前去上京状告刘之舟。 林了, 却被刘之舟安插在其中的探子, 败露了踪迹。 在我启程南下去摇州时, 刘之舟将那些百姓封在一处荒村里, 官兵把守, 足足围困了几日。 等我到的那日, 他才派人送了白粥进去。 那些百姓活活饿了好几天, 喝了掺了河豚毒的粥, 当即毙命。 刘之舟命人给那些死去平民换了匪徒的衣裳, 向我禀报, 是他致祭时这些匪贼落网。 那次的功劳来得太过顺利。 后来我在牢狱中, 问过魏锦颂, 倘若我没有应允你, 是陈真宁去的呢? 魏锦颂没有回答我, 只是露出一抹耐人寻味的笑。 那时我便明白了, 如果是陈真宁前去, 那么那些无辜死去的百姓, 从始至终都会是他切切实实的功绩。 这一回, 没有魏锦颂的苦苦哀求, 我也没有被任何人胁迫。 我当然可以选择高高挂起, 避开前世那场无望之灾, 或者把这份功劳干脆送给陈真宁。 可那些人, 毕竟是我大焉的子民, 他们又何其无辜? 我亲去求父皇, 称真宁性子柔弱, 恐不适宜长路奔波, 想要带他南下平匪患, 揽下了这桩饰。 过了几日, 因我迟迟不肯出行, 朝臣多有怨言, 华安长公主流连上京富贵, 既想要功绩, 又贪生怕死。 翠竹愤愤不平, 将京中四处流传的骂声 为婉讲给我。 他暗暗交集, 公主, 我们什么时候前往瑶州? 小侯爷这几日 也不知去了何处。 翠竹实在着急, 他们传得那样难听。 我笑了笑, 安抚他说再等等。 我知道, 一旦我离开上京, 出行的消息 就会被楚国公 一流飞鸽传输给瑶州。 他们想要铜钱是一样, 送我这份礼, 却也要确保那些尸身足够新鲜, 在我到达瑶州荡日毒害, 才能瞒天过海。 只要我晚去一日, 那些无辜的大燕子民便能多活一日。 两日后, 我接到沈云剑的飞鸽传信, 悬了多日的心, 终于放下来。 这才吩咐下去, 准备启程去往瑶州。 我与沈云剑在途中会合, 不出所料, 他已带人将那些百姓救下。 我们不紧不慢, 推着时间赶回京都。 府一入京, 便有侍卫禀报, 说二公主陈真宁以我的名义, 筹办了一场庆功宴, 宴请了许多上京贵族名流。 陈真宁身边的侍女来公主府请我。 刘之舟连同楚国公贪污的人证物证聚在城外, 一日真相便可大白。 我倒想看看, 他忽然来这么一出, 意欲何为。 我带人去了陈真宁的公主府, 正堂里, 一曲思贤方歇。 坐在上手的陈真宁却忽然带了哭腔, 黄姐南下平匪乱。 巾帼不让须眉, 可真宁却很为他而不平。 众人听他这样说, 纷纷露出好奇的神色。 他捏着华服一脚, 很是为难道, 其实, 这次真宁宴请诸位前来, 是想请你们替黄姐想想, 如何平息流言。 我静静站在堂外, 听他度转了一个圣安长街上, 我被醉酒的灯徒子 拖进暗像调戏之室。 众人唏嘘不已, 却也目露怀疑。 我倒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等事。 我不紧不慢, 踏进正堂。 众目睽睽之下, 陈真宁看见我, 面上微微一愣, 却很快站起身来。 黄姐, 你都听到了。 那人犯了那等事, 茶饭不思, 还写了请罪书, 被真宁拦下了, 此时人就扣在真宁的府中。 我笑了, 你说他是醉酒行了不轨之事, 若真有其事, 他又如何在清醒之后, 得知本宫是华安公主。 陈真宁面有难色, 仿佛斟酌良久, 才道, 真宁本是不信的, 可他言之凿凿, 还说, 还说黄姐尖头有颗红质。 我心下一沉, 陈真宁如此笃定, 这样的隐秘之事, 只会是魏景送茶楼那日得知, 正堂有女眷偷偷打亮我的神色。 其实真宁也不敢相信会有此事, 不如黄姐, 吞下外场, 给众人一官以正清白, 否则, 真宁只怕此事传出去, 沈小侯爷又会作何想。 我正要开口, 身后, 却疏然有人还住我的腰。 沈云剑一袭红衣, 乌发高竖。 二公主不明不白的一句话, 就想攀乌本侯的妻。 当着众人的面, 她笑得很招摇。 沈云剑这个人, 笑起来的时候, 比不笑更可怕。 堂中多是女眷, 被她阴瑟瑟的眼神谎过, 无人敢出声。 尖头的红衣, 这种隐秘之事, 本侯怎么不知? 不过本侯也从几个喝醉的酒徒口中 听闻过另一桩去世, 二公主的尖头倒是有一颗红衣。 我文言不由微微侧目, 沈云剑这丝, 谎话张口就来。 陈真宁的脸清白交加, 你胡说, 我根本没有。 沈云剑协调着眼打断她, 怎么, 二公主也要吞下一物, 当着众人的面自证清白吗? 大庭广众之下, 陈真宁又羞又气。 她握住我的手, 不仅不慢道, 陈宝家不仅是我沈家父, 更是大雁的长公主。 我沈云剑所钟爱之人, 受不得半点委屈。 言罢, 沈云剑抬手示意身后的亲卫, 二公主胡言乱语, 念她一介女子, 只丈则五十, 以井笑游。 放肆, 沈云剑, 你胆大妄为。 这是上经, 不是在你们沈家军营。 陈真宁慌了神, 一步步后退。 可那些亲卫并不理会她的话, 当众将人拖了出去。 外头仗打的声响, 伴随着陈真宁的哀嚎, 凄惨极了。 沈云剑环视一圈, 笑着问众人, 可有意见。 他右手已搭上剑鞘, 威胁的意味, 谁人看不出, 哪个又敢有意见。 见众人不语, 沈云剑这才凑到我耳边道, 沈宝家, 没吓坏你吧? 我摇了摇头。 她放下心来, 居高临下, 对着外头拆还散乱, 瘫软在地的沈真宁道。 本侯的规矩, 就是规矩, 二公主若是不平, 明日自到陛下面前去哭。 一日, 楚飞哭闹着拦住下了朝的父皇, 要为沈真宁讨个说法。 她声泪俱下, 说沈云剑一个蟒夫, 仗着这些年镇守边关的军功, 竟敢当众仗责当朝公主。 没料想到, 父皇让她闭嘴, 看看她好弟弟做的事。 楚国公因勾结流之舟, 贪污赈灾淫的事背下了狱, 于三日后五门问斩。 楚是一族最大的靠山倒台, 强倒众人推, 弹何者众? 一日间, 竟挖出了许多楚国公一派买官卖官, 结党营私之事。 每两日, 宫中便传来陈真宁疯了的消息。 据说, 她亲眼见到楚飞吊死在保安殿的寝宫中, 形容可怖, 被吓得失了心志。 真可惜, 我本想和她继续玩玩的。 过了几日, 长公主府中收到了魏尚书夫人的拜帖。 我与魏夫人并不是第一次会面了。 正堂里, 她喝了一盏茶, 做出一副为人母亲担忧的模样。 她告诉我, 前几日。 魏景颂拖着病体, 偷偷入了二公主府, 见过陈真宁一次, 听了一些风言风语, 回府后便病得更重了。 这两日更是失魂落魄的, 非要见我。 这倒让我有些好奇。 我去了一趟魏府, 魏景颂在魏府后宅的梅院养病。 魏景颂屋子四面漏风, 比外头竟还要冷上一些。 我走到榻边, 看着榻上的魏景颂 手中抓着一只的荷包, 有些眼熟, 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她病得有些糊涂了, 察觉到有人缓缓张开眼。 看到是我, 魏景颂起初有些恍惚, 口齿不清喃喃道, 谎言, 一切都是一场谎言。 后来发现不是幻觉, 她费力地翻身下榻, 却徒劳机坐在地上, 形容颇为狼狈, 却还是抓着手中的荷包, 举到我面前, 保家公主, 这是你的荷包, 是吗? 看到那荷包上的秀养, 我醋了醋眉。 依稀想起一桩旧事。 有一年初春, 黄妹珍宁来宫外见我, 彼时她年纪上小, 还为开府出宫, 她告诉我说, 城外的四五湖, 有名士举办了师会, 师会时间很长, 文人们通宵达旦, 珍宁想要扮作男子前去一关, 黄姐可要与我同去。 我那时已经开府, 且对这等五文弄墨的事毫无兴趣, 便将自己的令牌给了她。 陈真宁怕楚飞则怪, 只说出宫是寻我完。 我将身边的几个侍卫给了她, 并让她明日归城, 便以我的名义入城。 世人只知我, 陈宝家行事不羁, 此事就算传出去, 多出一桩荒诞事与我而言, 算不了什么。 我送珍宁出城, 回府路上却遇到了一个 被上京几个权贵公子欺辱的少年。 那少年衣衫褂褛, 被他们拳打脚踢, 揍得鼻青脸肿, 看不清模样。 彼时我并不知, 魏尚书娶了新夫人, 怕长子闹事, 将他送去乡下别庄, 赞住几个月。 没想到, 那头恶仆妻主, 魏景颂从别庄逃了出来, 一路乞讨入京, 找他爹做主。 我陈宝家向来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性子。 我派手底下的侍卫, 将那几人揍了一顿, 却也惦念着皇妹, 自己没有出面。 等那几个欺辱人的权贵公子 被打得哭爹喊娘, 抱头鼠窜, 我才吩咐车夫回府。 那个少年亮呛追着马车, 车夫不忍, 停了马车, 让他赶紧走开。 他却恭恭敬敬, 在马车外行了一礼。 少年嗓音清冷, 敢问, 贵人名讳。 我没想到, 这乞丐竟一副 好似想要报恩的样子, 动了一点侧隐之心, 聊起锦帘一脚, 丢了一个荷包给他。 那里头装的银子不少, 足够他数年内吃穿不愁。 出城的人是陈宝家, 那么公主府的马车内 只能是陈真宁。 我是一马车中的婢女, 婢女替我答道, 这是真宁公主。 室内? 魏景颂盯着我的眼, 颓然垂下手, 原来当日那人真的是你,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如果可以重来一次。 见他这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我只觉得可笑。 原来前世, 我与他夫妻十载, 甚至不敌一份 随手施舍的恩情。 我曾祈求过魏景颂的爱, 也无数次怀疑过自己, 是否只有真宁那样, 才值得被爱。 却没想到, 魏景颂的爱如此廉价。 我闭了闭眼, 再次睁开眼, 已是清明一片, 前尘就是皆已如烟。 我平静地看向他, 让我来告诉你, 重来一回, 长街出狱, 我救你回府, 你恩将仇报, 回我名誉, 杀害我公主府庶人, 巧言吝啬, 利用我为你担下一切。 后来, 你功成名就, 送我万简穿心。 不, 不是这样的魏景颂恍然看向我, 错了, 一切都错了, 他的目光有一瞬迷惘。 陈宝家, 我并不知那年就我的人是你。 他认真注视着我的眼, 仿佛急于求证道, 如果我早些发现, 如果我早便知道那人是你。 他黑眸里涌动着真切的悔恨, 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新来过? 没有, 我斩钉截铁回答他, 而今你说这番话, 不过是因为见。 你魏景颂自视甚高, 生怕被折损在这厚宅里, 拼了命地想往出爬。 所以这一路, 越是求不得, 越是弥足珍贵。 魏景颂摇头, 我曾做过一个梦, 梦见你我也曾 有过一段情, 梦里, 你待我那样好。 他眼里寒了隐隐的期待, 茶楼那晚, 我轻薄于你, 你却将此事按下, 难道不是, 你根本下不了手杀我? 听他这么说, 我疏然笑了, 是, 那夜过后, 本宫本想命人 将你直接杀了, 后来的确选择作罢。 我垂眸看他, 难道你以为, 凭你如今, 这副苟延残喘的模样, 还活得过几日? 魏公子不妨想一想, 自从茶楼那日过后, 你的病似乎便没有好过。 他眉心一沉, 眼中闪过惊恶。 我耐心为他解惑, 因为魏公子的后母, 将魏公子的药换了。 这些年, 他是你为亲子, 你当年却谋害了他的孩子。 魏景颂陡然抬起头, 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你怎么会知道? 魏夫人给你的药, 是本宫精心挑选, 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它会让你的身子日渐缠弱, 直到虚耗致死。 魏景颂谋害了 他同父异母弟弟的这桩密心, 是他前世亲口讲给我的。 那时, 魏景颂已是大烟首府, 不必再惧怕任何人。 而我陈宝家, 在他眼里, 不过是区区接下求罢了。 十年隐忍, 一朝扬眉吐气, 魏景颂高高在上地告诉我, 他为了爬到这个位置, 有多艰辛, 又有多不择手段。 其中, 便有这一桩。 魏尚书的续贤夫人, 本性纯良, 做了尚书府主母后, 对魏景颂也曾视如己出国。 可他却悠闲不够, 为了稳固自己尚书府嫡子的位置, 在魏夫人有孕后, 毒害了自己的亲弟弟。 恐怕魏景颂也难以相信, 前世从未被揭开的密闻, 成了这一世, 我送他下地府的刀。 除了魏府, 我由衷觉得倡议, 前世那庄庄渐渐的罪行, 十之八九并非我所为。 可我陈宝家的确算不得一个良善之辈, 让魏景颂干脆利落的死, 太过便宜他。 不如让他在自己最厌恶的后宅里, 在他最瞧不上的妇人之手中, 慢慢搓磨而死。 万般皆是果, 你便在这里好好享受你余下的岁月吧。 这是我对魏景颂说的最后一句话。 马车内, 翠竹问我, 公主, 二公主疯得厉害, 可翠竹总觉得他风得有些蹊跷。 我聊起锦帘, 看向窗外, 圣安长街上人潮涌动, 似乎和前世一般无二。 真风或是假风重要吗? 翠竹有些不解。 我看向他, 轻描淡写道, 重要的是, 我会让他, 余生只能以风字的身份活下去。 今天这一遭, 我耗费了太多力气, 回了公主府, 却闻到一阵令人食指大动的香气。 沈云剑笑着将我引入后园亭中, 他竟亲手烹制了一桌美食, 真真切切的烟火气熏过我的眉眼。 沈云剑就站在一旁, 献保式地看着我。 我忽然有些难过, 我不是前世的陈宝家, 这一世的我, 做了很多他难以想象的歹毒事。 沈云剑加了鱼块到我碗里, 在想什么? 陈宝家, 这可是小爷我学了许久的大作, 你竟一副食不下咽的模样, 未免太不给面子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决定不做隐瞒, 将这些事一并摊开来, 尽数讲给他。 我当什么事呢? 沈云剑听完后, 伸出手敲了一下我的脑袋, 随后一点点牵起唇角, 你觉得, 你送进魏府的那份密钥, 是谁辗转送到你手中的? 你以为, 陈真宁当真只是被吓一下, 就疯了。 我默默良久, 敬无语宁耶, 吃你的饭吧, 沈云剑。 陈宝家, 你这是小人诈父, 得了便宜还卖乖。 他顶着野燕的一张脸, 笑得前腐后仰。 恍惚中, 我又瞧见那年边关, 马背上的红衣少年郎 冲着我招手。 陈宝家, 以后你要是没人娶, 小爷我便御尊降贵娶了你。 呵, 还真在到他手里了呢? 沈云剑日志节选, 前世。 赵元二十年。 陈宝家是我见过的 最愚蠢的女孩子, 她很笨, 琴棋书画样样不行。 嘿嘿, 但是会打架, 小爷我很欣赏。 赵元二十一年。 沈云剑啊, 沈云剑。 下次同人打架得 瞒着陈宝家, 那小鬼进来学大侠, 不把人往死里揍, 不停手。 赵元二十一年秋, 小爷说要娶他, 他不乐意, 说绝不嫁粗笔武夫, 好好好, 这就回去将先生布置的课业 倒背如流。 陈宝家看上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没用男人, 饮酒八壶, 计划去抢亲。 被老子打断腿一条, 立志绝食三日, 饭太香, 碎放弃。 陈宝家又又又惹祸了, 狠气。 陈宝家, 小爷替你征战南北, 你别看那些面首了, 行吗? 烟瑶十二年秋, 陈宝家变了, 睡不着, 不信。 烟瑶十八年冬, 陈宝家, 你再等等我。 我生来力气大, 吃得多, 长得也不好看。 爹娘从小就不喜欢我, 七岁那年, 碰上大汉, 粮食欠收, 村里都吃不起饭。 爹在我的头上插了根草, 就把我领到人牙子跟前, 只换了二两岁银子。 拿到钱, 爹笑得牙不见眼, 也不看我一眼, 转身就走。 我站在人牙子旁边, 没追也没闹, 更没有问爹, 为什么不要我了? 人牙子不是什么坏人, 也没亏待我, 让我饿着。 我被他养了几天, 学了点规矩, 就被卖到太傅府。 太傅府来买人的是个板着脸的瘦女人, 人牙子叫她文婆婆, 她看着有点凶。 以后你们就是太傅府的丫鬟了, 规矩点。 我运气不错, 夫人听说我力气大, 看我长得老实, 便让我做了小姐的丫鬟。 我被带到小姐的院子, 一路上文婆婆都在叮嘱我规矩, 这一次她没那么凶了。 三小姐身子弱, 是娘胎里带来的不足, 你是三小姐的丫鬟, 要多上心。 府里人都知道, 三小姐是顶有善心的, 你可不能仗着小姐善良, 就乱来。 太傅府吃穿不愁, 你好好跟着小姐, 日后比外面富户的小姐都体面三分。 那时我懵懵懂懂, 只记得好好干和吃穿不愁。 你叫什么名字, 小姐亲热地拉着我的手。 我局促地攥着一脚, 回道, 我, 奴婢叫草儿。 小姐眉头轻皱, 这名字不好, 她思索了半场, 你可有什么愿望? 奴, 奴婢只想在小姐这里好好干, 吃穿不愁, 我有些紧张, 不小心把文婆婆交代我的话都说出来了。 小姐嘀嘀地笑了, 便叫长安吧。 这事到一辈子平平安安便好。 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村头命如草芥的草儿, 有的只有太傅府三小姐身边的长安。 小姐待我很好, 她不让我动不动就下跪行礼, 不让我自称奴婢, 甚至还让我学读书写字。 我惶恐地摆手, 夫子说, 女子无才便是德, 这是男子学的东西, 我学习不是辱墨了吗? 小姐嫌恶地呸了一口, 听他们鬼扯。 这世上男人女人没什么不同, 身份高低贵贱, 都不影响我们求上进, 奴婢又如何, 小姐又如何, 都是人罢了, 不可自清自贱。 在小姐的坚持下, 我成为太傅府唯一一个读书识字的丫鬟。 大家羡慕我, 偶尔会托我写封信回家, 但我从未给家里写过信, 爹娘不要我了, 我也不要他们。 小姐有好吃的, 总会给我一份, 很快, 我就跟小姐长得一般高了。 小姐从不嫌弃我, 力气大, 饭量多, 告诫我, 能吃是福, 力气大是你的天赋。 闻婆婆说得对, 能跟在小姐身边, 是我的福气。 我对着小姐, 嘿嘿傻笑。 小姐却突然问我, 你未来, 想做什么呢? 未来, 好像是很遥远的话, 我从没想过。 我要一辈子伺候小姐, 想起从前种种与现在的好日子, 我发现, 这样似乎也不错。 小姐捶了一下我的头, 我是问你有什么梦想。 我坚持, 我就想伺候小姐。 小姐依旧有些不认同, 我不愿让小姐不开心, 便开始思索, 小姐嘴里的梦想和未来。 这似乎是离我很遥远的事情。 在家的时候, 我希望爹娘对我能稍微好一点。 不要多, 只要有姐姐和弟弟的一半好就够了。 可是荒年来临, 爹娘毫不犹豫就放弃了我。 此后, 他们的未来不会有我, 而我的未来, 也不再有他们的影子。 小姐对我很好, 她让我吃饱穿暖, 不会嘲笑我, 还一直鼓励我, 支持我。 我想一直保护这样的小姐, 这不能算梦想吗? 我突然想起书上说, 将军能保家卫国。 保家卫国, 应该也可以保护小姐了吧。 我告诉小姐, 我想当将军, 可是, 女人真的可以当将军吗? 小姐并不觉得我在痴心妄想, 听到我的话, 她特意给我请了师父, 教我武功。 小姐说, 既然你有这样的志向, 便不能埋没了你的天赋。 我穿着小姐找裁缝 特意给我做的练武服, 有些局促。 小姐却拉着我的双手, 满意地打量, 不错, 有几分样子了。 我真期待我们长安 一身戎装的模样。 为了不辜负小姐的期待, 我学得愈发卖力, 连师父都夸我是个练武的好苗子。 闲暇时候, 小姐也会亲自教授我兵法。 九岁时, 我在太傅府不小心撞到了二小姐。 二小姐得知我是小姐院子里的, 要治我的罪, 打我十大板。 生了二小姐的楚姨娘, 是太傅大人青梅竹马的宠妾, 总是看不惯夫人, 受此影响。 二小姐跟小姐自小不对付。 我跪在二小姐脚边, 头埋到地下, 不停认错。 二小姐眼睛一转, 告诉我, 只要你说 既晚青总苛责你, 打你, 我就不罚你了。 我虽小, 但不傻, 直到大户人家的小姐最在意名声, 名声被毁, 是要影响未来则序的。 纵使小姐对这些不在意, 可我也不能让小姐因为这点小事, 沾上骄纵跋扈的坏名声。 我紧敏唇, 一言不发, 被拉下去, 打了十大板。 闻婆婆找到我时, 我已经痛晕过去了。 醒来时, 小姐坐在床头脸色阴沉, 闻婆婆惊喜地喊, 醒了, 醒了。 后来我才知道, 这板子差点要了我的命, 小姐和闻婆婆守了我三天。 小姐郑重地看着我, 我会为你讨回公道的。 我摇了摇头, 拒绝了。 我一个奴婢, 哪能为了我, 让两位小姐起争执, 闹得姐妹不合呢? 若两位小姐真因此闹了起来, 夫人得打死我。 小姐果真是小姐, 心是好的, 却有些天真了。 我在床上躺了三个月才能走动, 刚好利索没多久, 小姐就让我跟她去花园逛逛。 二小姐恰巧在花园铺叠, 似乎玩得正进行, 把自己的丫鬟都抛下了。 周围没有一个人, 小姐对我得意一下, 食指放在嘴唇上, 嘘了一声, 吓一秒。 她就直直向二小姐后面撞去, 两人一同落水, 我从没想过小姐会用这样的方式替我报仇。 但看着小姐在水里挣扎的样子, 我顾不得想太多, 只能惊恐地大喊, 小姐落水了。 喊话间, 便跳下去救小姐。 小姐呛了好大一口水。 我和一众丫鬟跪在院子里, 等着夫人问话。 带大夫说小姐无事后, 夫人开始调查事情的起因。 夫人沉着脸, 怎么回事? 我抢在所有人面前哭出声, 爬到夫人脚边。 是二小姐推了小姐。 适逢太妇大人和二小姐母亲楚姨娘走进来, 楚姨娘进来听到这话, 立马反驳, 宁儿闲静有礼, 断不会做这种残害手足之事。 二小姐的丫鬟也爬出来, 为二小姐澄清, 不是小姐, 是, 是三小姐, 对是三小姐撞了二小姐。 你当时都不在现场, 怎么污蔑我们小姐? 我咬着唇, 指着二小姐的丫鬟, 满脸的不相信, 我们小姐素来身子弱, 怎么会为了陷害二小姐, 让自己受那么大的罪? 二小姐一直极恨我们家小姐, 前些日子, 奴婢冲撞了二小姐, 二小姐本要打奴婢的。 谁知, 她竟然告诉奴婢, 只要, 我眼面抽气, 夫人听到我的话, 急了。 只要什么? 只要奴婢说, 小姐动辄打骂, 虐待奴婢, 她就不责罚我了。 我趁机把三个月前的事情, 一五一时说了出来。 楚姨娘还欲争辩, 被夫人的眼刀打住。 你说的可是真的? 我重重磕了一个头, 奴婢以性命起事, 所言句句属实。 夫人冷笑一声, 看向老爷, 你也听到了, 是季婉宁害了我的亲。 楚姨娘扯了扯老爷的袖子, 老爷拧着眉头, 夫人不过小孩子之间的打闹。 夫人打断她, 打闹。 既婉宁想要害我儿的名声, 现今还想害我儿的命, 这是打闹。 奴才的话总不能信时分。 夫人一拍桌子, 吓得我发抖。 她才九岁, 她能撒谎吗? 季婉宁私自处置 我儿身边的丫鬟是真, 我儿落水也是真, 小小年纪心肠恶毒。 我看是在楚姨娘身边养歪了, 若不再加以管教, 以后出去丢我太妇府的脸。 夫人是侯府千金, 当年下嫁给老爷, 老爷对夫人敬重有余, 却恩爱不足。 老爷倾咳一声, 那依夫人之见, 该如何? 夫人冷哼一声, 祠堂罚跪三日, 我会请人好好教她规矩。 二小姐病, 刚好就去祠堂跪了三天, 腿都跪肿了。 又在夫人跟前学了三个月, 被楚姨娘哭天呛地地接了回去。 小姐整整烧了一天, 醒来第一句话是, 长安, 小姐替你报仇了, 我眼泪汪汪, 只觉得小姐带我这般好, 日后, 我定要好好保护小姐, 不让她再受伤害。 小姐身体不好, 却很活泼, 胆子也大。 当她第一次带我穿男装翻墙出门的时候, 我是恐慌的, 但第十次的时候, 我已经可以翻过去, 然后把小姐抱着接下来了。 长安真棒, 不枉我让你学武功。 我有些无奈, 我学武功是为了保护小姐, 不是为了帮她翻墙。 但小姐喜欢, 这样似乎也不错。 京城繁华, 逛多少次都觉得新奇。 我们逛到青楼门口时, 小姐兴致勃勃地想要进去, 我死命拽着小姐的袖子, 哭丧着脸。 小姐, 这里真不能进。 小姐兴致勃勃, 这可是穿越必备元素, 若是不去一趟, 岂不是白来了? 我早就习惯 小姐嘴里蹦出新词汇了。 看着小姐亮晶晶, 带着期待的眼神, 我有些拒绝不了。 罢了, 左右这几年, 我的拳脚功夫还可以。 若真出了意外, 护着小姐逃出来, 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 姑娘站在这里, 可是在等人。 一个男子迎面走来, 挡住其他人探究的视线。 你怎么知道, 我是女的, 小姐很吃惊。 男子滴滴地笑声传来, 小姐狐疑地打量自己的装扮。 原来小姐也有这么傻的时候, 她的男装一点都不像, 我也能看出来。 但我没说。 我不想打击小姐的积极性。 男子走得近一些了, 低声细语, 记小姐还是早点离开吧。 这里人多眼杂, 传出去对你名声不好。 我们离开后, 小姐还嘀咕, 我都穿男装了, 怎么还能使得我是女子? 电视里不是这样演的呀。 好在, 小姐没再提出去清楼了。 小姐带我翻墙出门的事情被夫人发现了, 她没有罚我们。 转身却给小姐送了女德、 女戒。 小姐笑嘻嘻嘻地接下了, 转身就丢了书本, 和我讲独立人格, 妇女解放, 德先生与赛先生。 小姐说的那些, 有些像天方夜谭, 我听不太明白, 却在模模糊糊中, 觉得自己是一个人, 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也许有一天, 我真能像小姐期望的那样, 当上小将军, 在战场上扬名立万, 万里封喉。 小姐写了很多话本子, 但她的字不好, 写得奇奇怪怪的。 作为她的贴身丫鬟, 我读书识字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 她讲我写。 霸道王爷别乱来, 温柔王爷狠狠爱等作品, 在京城风靡。 书里的情节真是, 让人脸红心跳, 一波三折。 不知小姐哪来这么多的奇思妙想。 我也总翻墙去书局帮小姐送稿子, 稿费也是我还回来的。 照例把稿费递给小姐后, 我问出了一个藏在心里很久的疑惑, 小姐, 夫人每月给您的月银不够花吗? 为何还要写话本子赚钱? 小姐将银票放在一个匣子里, 别人给的怎么能和自己赚的比, 手里有钱, 人活得才能踏实。 小姐赏给我十两银, 说是跑腿费, 这都能买五个长安了。 小姐文言轻轻掐着我的脸, 你不是务实, 怎能用买的? 你是人, 是无价的。 此日, 小姐将我的卖身器给了我, 从今天起你就是自由身了。 我吓得扑通跪下, 小姐, 你不要我了吗? 小姐吓了一跳, 赶忙解释, 不是, 我还你自由身, 你不高兴吗? 我抱住小姐的大腿, 我就想跟着小姐。 从前我就是自由身, 可爹娘不喜欢我, 把我卖了。 我成了奴婢, 却遇到了小姐。 小姐待我好, 给我吃饱穿暖, 教我读书识字, 让我学武, 还教我做人。 小姐将我的卖身器烧了, 告诉我, 你是自由身了, 以后想去哪儿去哪儿, 想跟着我就跟着我。 我重重点头, 小姐还要我就好。 我只想陪在小姐身边, 哪儿也不去。 我十二岁的时候, 小姐十五岁了, 夫人开始给小姐相看姑爷。 小姐知道后气鼓鼓的, 我才十五岁, 还没成年, 怎么就要嫁人呢? 小姐喜欢什么样的男子? 小姐手煮在桌子上, 不知道想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才开口, 我喜欢的人, 定然是风光际月, 见眉朗目, 性情温润的, 当然最重要的是, 能许我一生一世一双人。 我不大懂情爱之事, 却也知道, 小姐画本子里写的 王爷一辈子只娶一个女子, 这是痴人说梦, 不可能的, 便是夫人那般出身显赫的, 也不能制止老爷娶四房姨娘。 我不想扫小姐的心, 顺着她的话宽慰道, 以小姐的滋容与身份, 定能找到这般的如意郎君。 小姐沉默了, 突然转头扑到我怀里流泪。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若是将我嫁给一个没见过的男人, 若是他奇丑无比, 放屁打呼, 我该怎么办呢? 我怎么就来到这个时代了? 一直以来, 小姐都是笑盈盈的, 我从没看到她这般脆弱的模样。 我抚着她的背, 轻声安慰着, 直到小姐睡着了, 我才把她抱到床上。 作为小姐的贴身丫鬟, 本来我应该在地上守着小姐睡的。 但小姐体恤我, 让我和她同睡。 入夜, 我惊醒, 听到脚步声, 快速下床, 警觉起来。 感到身后有人, 我手掌向后劈, 来人抓住我的手, 另一只手锁住我的喉, 让我不能出声。 我只听到来人轻笑一声, 还真是个忠心耿耿的丫头, 你放心, 我只是来看看你家主子, 你若不出声, 我就放开。 我点头, 她松开我, 我大叫, 小姐, 话还没说完, 她几下就把我定住, 并说不了话。 但这也让我见到她真面目, 竟是前段时间, 我和小姐在青楼外碰到的男子。 好在小姐被我叫醒了。 你来做什么? 小姐拧着眉头怒喝, 又看到我被定住, 你干什么欺负长安? 男子无奈叹了口气, 我原本只想来。 看看你, 不想叫醒你的, 你这丫鬟非要叫嚷。 说着给我解了穴, 我挡在小姐身前, 斥责男子, 登徒子。 后来小姐让我回房间先睡, 我警惕地盯着男子, 叮嘱小姐, 若是他图谋不轨, 你可一定要叫我。 我知道男女共处一事不妥。 但小姐不是平常女子, 饶事如此, 我依旧在门口守了一夜。 此日, 我们谁也没有提昨晚的事。 过了半月, 我正给小姐梳头, 靖王燕一上门求娶小姐, 我惊得掉了梳子。 据说靖王是个杀伐果断, 铁血无情的主。 他常年驻守墨北, 面如恶鬼, 府里死了不知多少姨娘, 怎么看都不是可以托付终身的良人。 我突然生出一股一往无前的勇气, 坚定地对小姐说, 小姐, 我带你跑吧。 小姐笑出声来, 存心逗我, 为何? 我急忙解释, 听说靖王面如恶鬼, 那方面异于常人, 府里死了不少姨娘。 我怎么能看着小姐去受罪? 小姐好不容易止住笑, 拍了拍我的手, 我的好长安,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还没见过, 怎可凭流言妄下结论。 你家小姐, 我又不会今天就出嫁, 还不快给我梳妆, 别让爹娘等急了。 我更加心疼小姐了, 夫人都要把她嫁给声名狼藉的靖王了, 小姐还为他们着想。 若是靖王对小姐不好, 我就算拼命, 也会救小姐的。 太傅府大厅是我第一次见靖王, 竟然是他那夜的灯徒子。 小姐看着毫不意外, 难道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他们早已经熟识了, 是我去后院偷吃桂花糕的时候, 还是我翻墙出去给小姐买食星的首饰被热闹吸引的时候, 想不清了。 但这人夜闯小姐的闺房, 不是好人。 靖王当众对小姐起誓, 本王娶亲儿后定与他恩爱不渝, 绝不耐妾, 本王娶他一生一世一双人。 听到靖王这样说, 我看他也顺眼了些。 靖王要娶小姐当王妃, 太傅和夫人满脸堆笑, 看着是十分满意这门婚事的。 我不懂正事, 也知道靖王是热门的太子人选。 小姐现在是王妃, 未来可能就是太子妃。 但这也意味着小姐要远嫁墨北。 小姐的婚事由七天间算好良辰吉日, 定在了八月十八, 整个太傅府忙里忙外好几个月。 夫人给小姐备了丰厚的嫁妆, 我去偷桥了, 摆了整整一屋子, 无数的金银珠宝, 闪得我眼睛都快下了。 我满意地点头, 这才是我家小姐该配的排场。 夫人来找小姐很多次, 我看她偷摸掉了好几次眼泪。 夫人终归还是爱小姐的。 纵然这婚事是千好万好的, 为远嫁这一点, 便让夫人肝肠寸断。 亲王上门求取, 你爹也不能不从, 娘原本想着给你则一个家事堤, 但上进的孩子, 这样在京城里, 娘也能庇佑着。 这下远嫁末北, 娘的手也伸不过去, 不过你也别怕, 我找你外公要了些侯抚养的抚兵, 都给你带过去。 你别委屈了自己, 要是靖王对你不好, 你告诉娘, 娘定要去末北给我儿讨公道。 二小姐竟然来给小姐送东西了, 一大堆貂皮糊球, 有几件针脚粗糙, 看着像二小姐的手艺。 二人的娘一直斗, 两位小姐也一直不对付。 纪婉清, 我可不是心疼你, 我是来看你笑话的, 二小姐趾高气扬地来, 眼眶红红地离开。 纪婉清, 你可别被靖王欺负了, 要不我可看不起你。 小姐大婚前一日, 突然把我叫到跟前, 递给我一盒银票。 我瞪大眼睛, 小姐你这是做什么? 小姐说, 末北苦寒, 我不想你跟着我受苦, 现今你也算学有所成。 我再给你一些银钱, 你找个地方好好过日子。 我将盒子塞回小姐怀里, 抱住她的大腿, 小姐, 我不怕苦, 我就想跟着你。 小姐叹了一口气, 和我解释, 长安, 我的婚事牵扯的不只是我和靖王, 还有, 小姐, 我懂得, 我抬头打断小姐的话。 小姐的话本子里写了, 人心一变。 靖王不会永远是靖王, 小姐嫁给靖王, 这便是太父府的战队。 作为联姻的纽带, 小姐在末北也许会很危险, 但我不怕。 我曾发过誓, 我要一直保护小姐。 小姐愣了愣, 随即低头浅笑, 好, 我的长安。 我如愿随小姐驾往漠北, 十里红装, 八台大轿。 二人在京城完婚, 不过三日, 便要启程去往漠北。 马车一路向北, 愈发荒凉。 我时刻关注着靖王与小姐, 看着靖王对小姐事事上心, 我松了一口气。 至少现在, 靖王对小姐还有几分真心。 我曾经问小姐, 为何画本子的结局 都是结束于王爷和女主 有第一个孩子。 小姐告诉我, 当两人历经风雨安稳下来, 生活的激情不在, 色衰而爱迟, 此时多出一个孩子, 女生变老, 心思分散, 王爷很快会喜欢上 新的年轻女孩, 这是男人的劣根性。 我原本觉得这是正常的, 后来看着小姐的眼神。 有什么东西突然就萌芽了? 墨北的日子比想象中的萧九自由, 我学会了骑马耍花枪, 但我依然当不成将军。 直到那日半夜, 王爷外出, 王府突遇刺客偷袭, 我护着小姐打了两个时辰, 带着小姐突出重围, 与靖王会合。 借此机会, 小姐向王爷提议, 让我去军中做一名小将。 王爷皱眉, 长安一介女子, 怎能带兵打仗? 那一次, 小姐第一次和王爷产生了争执, 唯的, 便是让我从军, 让我可以堂堂正正, 成为军中将士。 我不知道他们吵了什么, 只知道第二天, 我就成了军队里唯一的女子。 军中艰苦, 日子并不好过。 但这样的日子, 是小姐拼着夫妻不目换来的。 从前我不明白小姐的坚持, 可自从慢慢理解小姐口中的那些话, 我便知道, 若是今日我不努力。 未来, 如我, 如小姐一般的女子, 只能被他人随意拨弄命运, 随拨逐流。 我不想小姐的苦心白费, 用了一身伤痕, 换取在军中地位稳固。 小姐每每给我上药, 总是忍不住掉眼泪。 我疼得呲牙咧嘴, 也不忘安慰小姐, 这是我的勋章, 现在谁也不能瞧不起我了。 京城越来越乱, 听说皇帝要死了, 在京城的几个王爷封锁消息, 打算拥立大皇子勇王。 我看着靖王开始整顿兵马, 担心小姐被连累, 我的担心似乎有些多余。 小姐研究出一个很厉害的武器, 拉动引线, 不消片刻, 就会爆炸。 小姐说, 这是炸药。 看着这东西的威力, 想想这东西炸在我身上, 我不禁打颤。 从这时起, 我在小姐眼里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小姐的研究, 让靖王军打着清军策的名义, 势如破竹, 一路长盛向京城打去, 小姐的地位愈发高了。 如今, 靖王妃的声望几乎不弱于靖王。 小姐也逐渐显露自己的才华。 冰江一路只能喝山野川西, 有时遇到比较脏污的水也只能勉强喝下。 小姐造了个过滤器, 解决了这个问题, 还交给村户农家。 小姐熟读兵书, 也深谙用兵之道, 提出的几个计策大大减少了我方的损失。 一时之间, 小姐神女降临的名头传遍天南海北。 靖王娶神女, 清军策, 无数英雄好汉前来投奔。 小姐坐在高位, 眼里是对权力的渴望。 长安, 带我陪靖王打下天下, 我要做天下最尊贵的女人。 皇后, 哪个女人不想当呢? 我理解小姐, 也坚信小姐配得上这个位置。 我跪在地上高声大喊, 皇后娘娘, 千岁千岁千千岁。 随着离京的距离越来越近, 小姐和靖王的争执也多了起来。 靖王在回京的路上遇到一个孤女。 那孤女没有亲人, 靖王就留她做了丫鬟。 这丫鬟坐着坐着, 就坐到床上去了。 小姐知道后, 吩咐我处理掉她。 小姐有些变了, 这样的小姐我不太喜欢, 却有些心疼。 我希望小姐还跟从前那样快乐。 我还是听小姐的话, 绑了孤女。 我没杀她, 只是带她骑了两个时辰的嘛, 这里是一个小镇。 小镇里有扇堂, 我把这孤女丢在扇堂, 给了她一些银票。 我知道我这么做不地道, 但我家小姐眼里绒布的沙子。 她嫁给靖王时, 府里的几个女人都被安置出去了。 当时靖王笑眯眯地看着, 还高兴小姐在乎她。 只是这一次, 靖王却暴怒了, 要处置我石军棍。 你私自处置本王的人, 眼里还有没有本王。 我跪在下面一言不发, 石军棍也算不了什么。 一个茶杯砸到我的额头, 血液顺着头流到嘴角。 小姐如天神降临, 我看谁敢动长安。 小姐把我拉起来, 小心哪怕了清理血字, 疼不疼? 我摇头, 不疼。 小姐回身, 眯着眼, 不怒返笑, 本王妃让长安去处置那人的, 王爷是不是也要罚本王妃呀? 既晚清, 靖王怒拍桌子, 桌子应声而碎。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夫君, 极度诚信, 不可理喻。 这是我第一次听靖王叫小姐全名。 小姐眼中慢慢蕴含着泪水, 泪眼朦胧地看着靖王。 王爷忘了对我的诺言, 恩爱不疑, 绝不耐窃。 靖王将在原地, 动也不是, 不动也不是。 小姐第一次示弱, 让靖王无所适从。 我默默退出去, 站在门口等, 没过一会儿小姐就出来了, 脸上还挂着几滴泪。 小姐把眼泪擦掉, 带着我回到院子, 一进院子就开始破口大骂。 什么东西, 仗着我太妇妇的事, 用着我造的火药, 还敢睡别的女人, 欺负我的人。 我跟在小姐后面收拾, 用眼神示意其他人下去。 待小姐折腾累了, 她气喘吁吁地坐在太师椅上, 我递过去一杯茶。 小姐莫生气, 喝杯茶润润喉。 小姐喝完茶, 摸了摸我的额头, 还疼吗? 我抓住小姐的手, 不疼。 小姐身子放松, 颓在椅子上, 都怪我信他人, 却忘了全力迷人眼。 这次我示弱解决了这件事, 下次呢? 下下次呢? 难道我要一直示弱吗? 我看着小姐这副颓败的样子, 有些心疼, 从前小姐跟我说德先生, 赛先生, 说妇女解放, 女性独立的时候, 眼里总是充满光。 现在, 小姐眸光闪烁, 长安, 你说得对, 是我被静王的誓言迷惑, 困于男女之情。 有些狭隘了, 竟王有地位, 有声望, 这些我都不比他差。 只因他是男子, 所以我研制炸药, 捋出良策, 即便奉为神女, 别人也只能看到他, 投奔他。 可我亦不差, 我也能看到这山河锦绣。 小姐的眼里, 燃起了万丈光芒, 天下最尊贵的女人又如何, 终究不过是上位者 一句话的事, 要做, 便做这天下的主人。 我抬头, 直直地看着小姐的眼睛, 长安一声追随小姐。 小姐的反应比我快得多, 在攻略下一座城池时, 小姐不再抗拒那些 祥臣送上的美人, 反而亲自带着送给静王。 静王起初还推脱, 本王心里只有轻而易人, 容不下其他人。 渐渐地, 在小姐的默许下, 一个个女子进入她的营帐, 竟然还学起了皇帝翻牌子事情。 很多早年跟随她的官员, 都劝她不要沉迷美色。 大事未定, 而沉迷美色, 这是大忌呀, 王爷。 彼时静王左拥右抱, 好不快活, 怎么听得尽这种逆耳之言。 况且, 小姐还给静王送了安神香, 保证静王闻了不思进去, 只想沉溺温柔香。 我私下里拉拢将领, 对其许以高官厚禄。 小姐还给了我很多钱, 一路上让我以她的名义不失, 同时也招募一些有能力的女子为君。 这段时间, 小姐几乎将她前些年存的钱和嫁妆散尽。 她说, 这世道对女子不公, 男子随便便可参军, 登基为地也不会有人说什么, 女子做这些偏要付出百倍千倍的努力。 便是我纵是直到这种不公, 却也在世俗的熏陶下, 渐渐被同化。 这样是不对的, 总有一天, 我会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肯参军的女子比我想象的更多, 她们有的不想忍受丈夫的不堪, 有的被家中压迫, 各把月的识问, 竟真让我组建了一支女军。 女军虽不如男子天生的体力, 但更注重配合和细心, 或许直到自己没有退路, 她们不怕苦, 更不怕死。 小姐封封书信寄回家中, 太傅封封寄回。 等到竞王回过神来, 整个竞王军都快兴计了。 竞王召见小姐的时候, 我正和小姐探讨下一步作战计划, 马上要打到京城了, 离最高位置差一步。 我帮小姐整理好衣衫, 小姐拿了一根簪子在头上比了笔。 长安,你说我们谁会赢呢? 我低眉顺眼,浅浅一笑, 当然是小姐,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到了竞王的营帐, 竞王站在盔甲架前背对着我们, 夜色暗涌, 气氛凝重。 清儿, 你可知错, 竞王的声音让我有些恍惚, 我有多久没听到竞王叫小姐名字了, 近来竞王都叫小姐王妃。 不知是提醒小姐, 还是提醒自己。 小姐上前, 帮竞王披了一件衣服。 柔声道, 夜深露虫, 王爷别着凉了。 竞王微眯着眼, 突然动手掐住小姐的脖子。 我见事情不对, 一个箭步上去和竞王打了起来。 竞王整日流连床榻, 虚浮得连我都打不过了, 被我打了一掌, 坐在地上, 靠在盔甲架旁边呼呼喘气。 季婉清, 本王真是看错了你, 不知是愤怒还是什么, 竞王边说边咳嗽。 小姐理了理被弄乱的头发, 从头上拔下簪子, 丢到竞王面前。 小姐讽刺地笑着说, 看错我, 燕姨, 你还记得娶我的时候, 说的什么吗? 一生一世一双人。 竞王低头, 沉默了半嗓, 缓缓开口, 轻, 我的心里只有你, 从未有过他人。 是吗? 小姐被他的话逗笑, 你睡了那么多女人, 你说你心里只有我一人, 哈哈哈哈,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竞王有些难堪, 天过头, 继续嘴硬, 纵然我与他人同房, 可我后院只有你, 其他人都没有名分。 长安, 你看, 这便是男人的爱, 小姐抓住我的胳膊, 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可我却笑不出来, 小姐心里有过竞王, 两人走到这种境地, 她该多伤心。 小姐慢慢止住了笑, 营帐安静了一会儿, 小姐蹲下和竞王平视, 缓慢且认真地问, 燕姨, 如果你坐上皇位, 你会让我当皇后吗? 竞王垂眼, 有些不敢看小姐, 闷声回答, 会。 小姐听到答案, 面无表情地一巴掌扇了过去, 竞王震惊地抬头, 记婉清, 你敢打本王。 小姐冷哼一声, 打你都是清的, 你若是说不会, 我还会敬你的坦荡, 你说会, 你自己写给丞相的书信, 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若丞相助你, 你就娶他的女儿为后。 竞王有些慌乱, 我那都是框他的, 是为了获取他的支持。 小姐比了个虚的手势, 接着说, 让我猜猜, 你娶他女儿, 首要任务就是除掉我和我背后的太夫府, 你会安个什么名头给我爹呢? 通奸叛国, 贪赃枉法, 还是意图谋反, 太夫府倒了, 你拿了钉拳, 又娶了文官之首的女儿为后, 你是身前造反, 又怕身后名声有误, 你说我错, 我若是再不犯错, 我和太夫府就没了。 竞王脸上闪过被猜中心思的难堪, 临走前, 小姐绝情地说, 自今日起, 你我往日的情分就此耗尽, 你好好当个傀儡, 我荣灯大宝之际还可以留你一命。 竞王闻言, 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哈哈哈哈, 你一介小女子, 也心到不小, 你荣灯大宝, 你如此离京叛道, 违反刚常, 闻五百官不会容你, 世景百姓也不会容你。 百姓不容我又如何, 我能让他们安居乐业, 谁在乎龙椅上坐的是谁, 闻五百官不容我。 那就去死吧, 我是女子又如何, 把男子放在女子的立场上, 她就是女子。 小姐说完便拂袖而去, 竞王眼神愣愣的, 跟傻了似的。 营帐的门一关, 竞王突然爬起来拍门, 大喊, 来人哪, 来人哪。 外面的人都当没听见一样, 默默地执琴。 我好心提醒竞王, 王爷, 别白费力气了, 外面早就变天了, 您还是好好休息吧。 竞王常年奔波劳累, 并倒在攻打京城的前一夜, 并下令所有事物, 全权交给王妃处理。 说实话, 当打进京城, 打进皇宫, 小姐坐到那个金灿灿的位置的时候, 我都感觉像是在做梦。 小姐窥探不已, 这皇位也该由女人做作了。 有些迂府的官员认为女子称帝, 是国之不幸, 都被我打服了。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他, 你娘把你生出来, 才是最大的不幸。 后来我被封为禁军首领, 保卫京城的安全。 刚听到别人叫我首领大人时, 我的脚步都是虚浮的。 但现在, 我已经适应自己的新身份了。 我的手下有一半是女子, 我们让更多女子认识到 人生的更多可能性。 不再居住于女儿、 妻子、 母亲的角色, 她也可以有军人、 商人、 官员等等身份。 我当官后, 父亲来找过我, 他希望我能为弟弟 谋个一官半职。 他站在我的府邸前面, 大声嚷嚷, 生怕别人听不到。 你现在官座这么大, 帮帮你弟弟怎么了? 你在军营成长, 以后恐怕是嫁不出了, 未来还不是要靠你弟弟帮衬。 我毫不留情地拒绝了, 当初您二两银子 把我卖到了太夫府, 那时候就没有李草儿这个人了, 您不记得了吗? 父亲哑了声, 又开始哀求道, 连年大旱, 爹也是无法, 爹当初若是不卖你, 我们一大家子 哪里还有活路? 我们好歹是生你养你一场, 哪有你想福 让我们过苦日子的道理。 我问出困惑我半生的问题, 为何被卖掉是我? 父亲尖着嗓子, 你弟弟是男丁, 是要考取功名的, 不卖你卖谁? 大姐呢, 为何大姐可以承欢西夏? 我就要被二两银子卖出去。 父亲捏如着嘴, 半天编不出来理由, 但我早已看透, 只是我不讨喜, 又是不被期待的老二罢了。 我转身回府, 让人把门关上, 就像他当初卖我的时候, 一样决绝。 小姐说得对, 人是为自己活的, 何必在乎他人的眼光? 回首自己的半生, 从一个丫鬟做到了禁卫军首领, 得赖于小姐的启蒙与维护。 未来, 我将用我的一生守护他。 今晚了。 请不吝啬